正常的泳泳麵大概都是100-200台幣一換 它比外面的泳泳麵貴三倍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我是Kiki Kiki和May 隨意去飛 我們再一次身處在香港國際機場 我們已經換了一身夏天的衣服 短衣Kiki短褲 我們差不多有四年時間沒有去台北 除了很想念台灣的朋友 也很想念當地的食物 很想吃牛肉麵、滷肉飯等等 我們這次行程之中都會不斷吃 我都很想快點吃這些東西 還有我最喜歡的夜市掃街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 C.S. Come to share 心目虎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唱才看 GO 我們終於來到台灣的桃園機場 哇 久違了的感覺 是啊 真是太久沒來了 很想念台灣 這班機器超多人 好大 差不多滿人 這台國泰的機器很新 喂 我都在搞錯了 在等你了 自己呢 我等著要衝過去 我們等你 我們衝過來 很有緣啊 是啊 虧都沒那麼巧 是啊 最好笑的起機之前 Kiki就去了廁所 非常厲害 另一個Youtuber暴力 她竟然看到一個類似Kiki的物體 我約都沒那麼巧 是搭同一班機 那我們就靠光 帶我們出境 我們大概用了30分鐘的時間 就過了關拿到你的行李 然後呢 現在就去搭桃園節雲 好 開始要說一些國語了 我又去搭 借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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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也是那班廣東話好一點 哈哈哈哈 那我們這裡搭桃園節雲 其實大概一個小時 就會出到台北市區了 其實是非常之快 而我們這次住的酒店 都是台北市區那邊的 今集多謝Visa的贊助 在台北都很容易 用信用卡和泊卡給錢的 好像我們由台北桃園機場 去到台北市區那樣 最方便都是搭桃園電鐵 很簡單地用信用卡拍卡入閘 現在用Visa拍卡入閘 超級方便和快捷 大概40分鐘已經到市區 這裡面都有不少台北的酒店 用Visa卡都有特別的優惠 而行程方面都可以用Visa卡 在KK Day預約 都會有特別的優惠 消費單一產品 鎮壓滿港幣1000元 即減港幣120元 Day 2 我們今天就會在松山和信義區 這裡也是台北市比較中部的位置 而且有很多大型商場和地標 例如台北101 或者小河街夜市等等 畢竟我們都很久沒有來過台灣 食物真的便宜過在香港吃很多 例如吃滷肉飯 香港是要40元港幣 這裡就是40元台幣 所以差距就比較大一些 今集主力都會吃台灣本土的美食 當然啦 我們都會吃一些咖啡等等的食物 現在是一早上早 我覺得很頑固 我需要喝一杯咖啡 看一看 也會去一些台灣必去的地方 今天是超好天 還有一年幾天都好天 哈哈 大家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 C.S. Come and share 心目哭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唱才看 Go 早上早上我們當然要先喝一杯啡 所以我們就在Ville附近 找了一間咖啡 叫Chit Chat 他就做很多咖啡 或者吃其他輕食 甚至是午餐 這裡都專門喝手沖的咖啡 其實也有很多上班族 我們11點進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叫我們12點要離職 因為其實應該已經是good booking 只不過我們剛好放了早上的時間 一間就專門喝很多不同類別的咖啡 也都有很多手沖咖啡 也有凍咖啡 鮮奶咖啡 總之咖啡類的 這裡就很齊全 而且因為台灣喝手沖咖啡 感覺是比香港便宜一點 而且喝的質素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馬上叫了手沖咖啡 就是音樂家系列 我們這次音樂家系列一杯 就是200台幣 其實對比香港 其實應該差不多便宜一半的價錢 所以喜歡咖啡的朋友來台灣的咖啡 都很棒 加上裡面的裝潢 其實是很帥的 我覺得是 看到咖啡才來沖咖啡 整個感覺是很舒服 只是可惜的是 我們今天要坐一個小時 然後就要走了 如果可以坐久一點 慢慢聊天就更加棒 好像店舖的名字叫Cheat Check 我們今天不能Cheat Check 我們要BC Check 哈哈哈哈 我們都有跟我們的朋友 阿南和Pauline一起吃 叫了一個輕食 我們就主要吃甜品和咖啡 因為待會要吃很多台灣地道的食物 還有這一區附近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咖啡 阿南他們說過 近15至20分鐘的位置步行距離 就是有一個叫民生區的地方 那那邊就更加之多咖啡的選擇 我們吃甜品的質素 我覺得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咖啡來說是好喝的 我們喝的音樂家系列 其實它是有少許酒的味道 有些人說是覺得像威士忌味 但我覺得是有少許紅酒葡萄酒的味道 是挺甜的 還有微微的酸味 是好喝的手中咖啡 那甜品我們就叫做肉桂卷 很正常的 挺喜歡肉桂卷 這麼甜 然後再配上啡 很平衡的味道 然後Kiki的布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因為特別是它上面的奶油 是咖啡的 所以整個感覺不會過甜 我想咖啡最大的特別是 它製作食物 不是跟其他咖啡的一隻一隻一樣 而是有加少許不同 整體來說是一間 坐下多舒服的咖啡 好了 我們去下一間 今天真是很熱 因為我看到陽光會打黑痴的提質 所以已經打了幾個 萬方冰室 是嗎 是呀 茶餐廳 是呀 真的萬方冰室 是呀 這個是元朗炸雞臂冰室 是呀 沒錯 其實這裏真的有很多食物 來台灣就是不斷地吃 這就是他們的樂趣 我的樂趣也是 下一集我們就來到 在微風百貨附近的一號糧倉 這個名字是怎樣的呢 因為在義戰的時候 這裏就是日軍在全台灣 第一個糧倉 所以就是這個名字 一號糧倉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這裏已經被人活化了 亦都成為一個歷史的建築物 還有會有餐廳聚集在這裡 更加之重要的是 有一間餐廳 住在米芝蓮推介 去試一下 這個挺舒服的 很不同啊 跟旁邊的那些 變代一些的建築 這間餐廳的建築 就像是一號倉庫 只要走上一層就到他們的餐廳 也是同名叫一號倉庫 這個建築 例如在外形 其實它保留了很多當時的特色 例如日漸時期 可能有些窗蛋洞都會保留在這裡 而這裏好像來著一個龍街的感覺 就是很多的木屋頂 或者是木桌木椅 因為它是想這個一號倉庫 跟它的名字一樣 都是用倉庫這個概念 延伸下去 不論是這裡的裝修 或是這裡的食物 都是用了很多台灣本地的糧食 米、肉、菜、調味料 或者是茶葉等等 全部都是台灣製 這裡除了木屋頂外 其實它還有開了很多天窗 以前那種有陽光打下來的感覺 不過當然在這裡當然是有冷氣 這裡除了這間餐廳之外 下面還有一些咖啡仔 還有一些雜糧店 就是買台灣本土品牌的糧食 之後我們就每人叫了不同的主食 我這個就是油封鴨腿 它就是用了台灣的震聲鴨 就是用了髮色的油封低溫處理 四小時二成的 它的鴨肉帶有鴨的油香 加上它的外皮 其實看起來已經覺得很脆口 咬起來是非常酥脆的 一咬即碎的感覺 大家吃了真的很脆 不用刀都可以把它分開 很嫩滑 之後我們的朋友叫了海鮮飯 上面有一些蝦帶子、蜜魚 我覺得海鮮是普通的 但是它的滴飯是很濃的 濃蝦汁的味道 所以重點就是吃它的飯 這間餐廳因為它的位置 所以價錢的定位是比較貴的 譬如我們這個麵是更貴的 我們要780台幣一碗 計算港幣是差不多200元一碗 對比香港是更貴 如果在台灣來說 正常的牛肉麵大約是100-200台幣一碗 它比外面的牛肉麵貴三倍 它貴的原因 除了因為地理位置之外 其實主要是因為牛肉麵本身的食材 也是用得好的 牛肉方面它就是用澳洲和牛的麵甲肉 湯底用牛骨再加蔬菜熬製 首先說到牛肉 牛肉本身大概有八片 有些是一粒 有些是一片片 它吃下去是非常之嫩滑 牛肉上面也會有一些膠質 所以你吃下去的口感會有些不同 最重要的是牛肉本身的牛肉味很重 第二 它的湯底 牛骨再加上是一個紅燒湯底 它帶有一點點辣味和一點點酸味 它鮮鹹之後慢慢會會甘 它的湯底我覺得是一個很出色的牛肉湯 我喝光了一碗 我都不會覺得很口渴很膩 麵質方面其實它是比較粗身的麵 它吃下去也夠彈牙 也有些麵粉的香味 我覺得它連麵一起吃 是一頓很滿足的牛肉麵 我回到香港也可能會掛著這間 不過它始終這個價錢比較貴 也不可以吃太多 因為太貴了 本身也會有三個前菜給大家 最後講完它上菜的方式很特別 它本身是會給一個牛肉麵 沒有湯 然後它會有一個熱水壺 裡面就放了湯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它就會把牛肉麵倒入湯 這個優點可以維持到本身湯的溫度 還有這間餐廳有一個很貼心的位置 就是我們想分享 它就給了三個碗 三個碗其實都是熱熱的 它會有這些細心的位置 令到你覺得這間餐廳除了它的環境之外 它的服務也很好 食物質素也很好 是一間值得吃的一間餐廳 abs 吃 吃 一會兒 吃 吃 品牌 吃 吃 辛 吃 吃 很多肥膏 所以吃下去好像很黏 吃的膠質質很棒 它是中南部的味道 它香氣滿夠的 然後又甜甜的 這是我比較喜歡的這種味道 它還有一點紅蔥頭的香味 台北有一些滷肉飯吃起來就是醬油香而已 但是它沒有紅蔥頭那種香氣 就比較沒那麼好吃 它滷肉飯上面是有些肉鬆的 加上它的飯吃下去經常粒粒的味 不會黏在一起或者很難咬開 飯的煙韌程度我覺得是好吃的 加上醬汁也挺濃郁 但是偏甜一點 所以整個是很香的 所以我們一進來後 其實已經聞到這些醬汁的香味 還有它這個本身是有些豬油的香味 所以整個飯吃下去 香的飯有醬油香味有豬油香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好吃的滷肉飯 不過它的價錢 我們這個是大大大大 就是55台幣 這份肉飯就是合格以上 因為我覺得它的醬汁是加了很多分 我們吃完幾間的台灣餐廳之後 是時候要散步消化一下 上來台灣做一下文青 就可以來這裡 松山的文創園區 這裡有很多文藝小品 還有一些台灣原創的商店 裡面有很多小店 或者一些小店 或者一些文青 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去做一下文青 而這裡也很方便 可以直接用Visa卡 拍卡給錢 好 那我們先進去逛逛 我們先進去 我們現在再來這裡的商場 其實這一層都是比較多一些 例如Selak Shop 或者一些小眾一點的品牌 其實這次香港的D2 Place PMQ 或者是荃灣的南風渣廠 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生活用版店 它賣的東西就比較濫滿一點 上來其實有兩層都是成品 雖然香港都有成品 帶來台灣 就是怎樣都上來朝聖一下 就是台灣的成品是怎樣 就是好像大家去到日本 都會逛逛逛逛 而這裡書的種類 閱讀氣氛 甚至是賣的東西 其實跟香港成品都很不同 他們的分店都不少 亦都可以買到一些很熱門的手上大紙 成品裡面都聚集了很多不同的小店 很多不同的牌子 就是小眾一些 但是又特別一些 在外面是沒有那麼容易找到的 而在成品裡面 用Visa信用卡都有9折 這個優惠是適用於成品Y 書店 成品生活都可以用到的 書店 零食 或者是雜貨店之外 還有不少一些小型咖啡可以試一下 我都買了一杯咖啡 好 那我們今早就去了一號倉庫 那裡主要是用來存放米 而我們現在來到文創園區對面 那這裡也有另一個倉庫 就是煙倉庫 以前是用來存放煙的 但現在都是已經活化了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很多不同的手工藝品 或者其他藝術品 那它對面的成品 其實有戲院、酒店、咖啡 買酒的地方 所以整棟的感覺就是一個成品的基地 那這邊就反而是沒有那麼商業化的 是多一些小小店 比較像香港的市鎮 對 所以整個感覺都挺特別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文創園區 記得不要錯過 對面其實都挺多東西走的 這裡的倉庫其實是一字形地打通了 每一間每一間店都很密集地排在這裡 真的沒有那麼急抱 而且還有一些位置給大家坐下 那個感覺 就是活化了之後的中環街市 可能有些花店都會有 食品、工藝品 那裡有一陣很古舊的味 我們走走走走看到有鸚鵡 它叫張張 連鸚鵡都要走這個文創園 文藝鸚鵡 在接著 按個手拍 上面它的出聲證 就是我的電話 我的電話 我們就在文創園區那邊走到信義區這一邊 非常熱鬧 有很多不同的百貨公司 例如同一百貨新光三月等等 那其實是所有那些微風 那些百貨公司 匯集在這一區 即是在台北之中 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商業區 完全是商業中心區 那些酒店全部都是大牌子名牌酒店 都會在這一區 也是高級購物區 因為我們剛才也吃了多少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就周圍下周圍散步 我們經常旅行 希望每天都可以走一萬多至二萬步 消化一下 真的要 雖然我們現在又去看食物 但這個食物是可以做手信的 因為台灣有很多很特別的手信 有些什麼不同牌子的餅等等 這裡有一間我們很喜歡的手信店 就是叫唐村 我們每次來台灣都一定會買的 最喜歡就是他們的牛雜糖 吃下去那種甜不是死甜 而是有花生的香味 也有很重的奶香 一咬下去很有自然 這是我們推介的一個手信 我們香港的時候都特地買來吃 而柯林的姐姐說 其實這個唐村是他們 由小到大的一個品牌 所以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其實這些手信店都很好 它可以讓你先試一下 還有在台北的門市其實都幾多 在指定門市用Visa卡 滿台幣3000元 還會送唐村經典革命購物袋 Visa卡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包括美食和手信 一些連鎖餐廳都可以用到 信用卡直接免接觸付錢 例如香港人都很喜歡吃的頂王麻辣鍋 用Visa就會升級火鍋 獨享兩種湯底 吃辣就可以 不吃辣就可以 一小時後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今早咖啡的附近 我們就吃了一間是精餃的 這間叫做奇家精餃 是我們台灣的朋友推薦我們去試的 其實我一進來就感覺到 現在是一間很本土很平民的小食店 主力就是吃精餃 我們就叫做鮮蝦精餃和鮮肉精餃 每一盤就有八隻的 你一進來就立即聞到那種 即是精餃皮的香味 另外它也會有一些魚蛋湯 也會有一些酸辣湯 吃下去我覺得整個感覺 是極度像在吃小籠包 它附近也會有醋和薑絲可以給大家拿 它裡面的餡是很飽滿 有一點肉汁 所以一口一隻 最出名就是它的鮮蝦精餃 它會有魚隻的蝦在上面 下面也是一些豬肉餡 賣相是很吸引 所以如果大家過來這附近 我覺得這一間可以試一試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接近全門的 趁街沒什麼人排隊 我們就在這裡說了 這裡的精餃都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譬如有粟米也有些菜 所以我們就真的看大家的喜好 它也有水餃或者湯餃 你自己可以額外再加碗湯 譬如酸辣湯或者是魚湯都有 這間店的糖色酸辣湯 其實它不辣的 只是吃出來的酸酸的 看顏色都覺得像碗仔煎 它的湯是比較淡味一點 但我覺得餃子很值得一試 我們今天的行程已經到夜晚了 逛了差不多10個小時 由早上10點開始 到現在晚上8點 真的10個小時 真的逛得有點累了 吃了多少都不通台灣的美食 法國的美食 始終台灣的美食真的很吸引 所以我們這次也吃了好幾間 必須要捐用捐用 去找他們出來 其實不是在泰國才可以 掌骨和按摩 台灣也有不少地方 讓大家可以回一回氣 休息只為走更遠的路 休息只為為了更遠的路 救命轉台 不要不要不要 遊客來到六星集中體養生館 用Visa消費還有9折 好啦 我們現在快點去按下腳 按摩、按摩 我第一次來台灣按摩 我也是 而這間店我們朋友也有來過 熟客 我們現在已經按了一小時 完成了今天的按摩行程 很棒 全身都按了 我最喜歡按我的頸、肩膀和頭 很棒 因為我很容易頭痛 他不斷幫我按摩太陽穴 後面的後頸、後腦 我們按摩之後下一個行程 是繼續周圍走的 上去逛夜市 下一集我們已經來到曉河街夜市 這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有廟街的感覺 夜晚越夜越熱鬧 很多人都在挑選不同的小食 繼續去吃我們的宵夜 燈都沒有開嗎 那間也沒有開 我們家樓下又有一間 你看看有沒有什麼想吃的 吃伊蘭炸是可以的 我們在這裏吃一兩間可以的 好 這麼棒 這裏的夜市不單是吃東西的 梅花間足感 其實有很多間地攤 讓你在其他地方玩玩 例如玩玩氣窗 扮演那些 波波 即是玩風仔那一種 都有不同種類的 我第一口感覺好像在煎餃 它的外皮完全是煎餃脆會爆的 這是一個蛋餅 裡面不單是有蔥了韭菜 所以是很大陣的韭菜味道 它是用宜蘭的三星蔥 大概猜到是怎樣的味道 可能這間店比較新一些 不過也非常有人氣 所以我們就試試這間 而且它真的要排隊等 它即叫即制 其實它一塊都很大塊 我原本在院廚體以為 會不會不夠吃 但是就這樣看 真的好像那些墨西哥餅一樣 我們就去到街尾 我們以前來曉河夜市 但可能應該都有 500年前 有跟家人吃過這個胡椒餅 因為那時候是很好吃 而我這次再吃 就覺得跟以前很不同 這次難吃了很多 之前吃的時候是爆汁出來的 現在是完全沒有什麼肉汁的 有一點點乾燈燈 這次外層那層皮 是很厚 變成像豬柳蛋漢堡那層皮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差了很多 現在二成60元一個包 我覺得這一個很貴 所以建議大家來的話 可能真的不用試了 味道沒有以前那麼好吃 我也記得以前最重的黑椒味 還有很多肉汁 這個現在就是很淡 好像在醬油再加胡椒粉 要加上咪味 那我們到處逛逛 bal 現在已經到晚上十一時 走出來十多小時了 去旅行再來 居然這麼快樂 我覺得來台灣來吃 其實 真的很快樂 因為食店的比例比香港是更加之多 跟其他店鋪是一比一 超多餐廳和小店吃 非常多選擇 而VisaCard在台灣都有很多優惠 而且很多地方都看得到 例如以下的優惠 例如麗精精品 看神百科 珍光三月百科 他們都有不同的優惠 詳情可以去Visa的網站看 順帶一提 我們四個人至五個人 有時坐巴士有時坐的士 我們大致上今天的交通都是這樣 他們店鋪之間大約10分鐘車程度 好 那我們今集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一定要記得 CLS Camelette 和Share三木屈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才看 下次再見 Bye Bye